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大家早安 我是張若宇 好 首先地面天氣圖就要告訴您了 目前台灣的天氣狀態 好 看到這邊 琉球群島這件事有一個低壓 在台灣海峽的南方也有一個低壓 兩個低壓形成一個大的低壓帶 而且這個大低壓帶的低壓環流中心 持續的是往南部的這個中心來靠近 所以今天是有機會 好 全台各地都是有雨的 而目前呢 除了白天雨是增多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在嘉義南地區 好 雷達會波圖來告訴您 現在嘉義以南地區基本上都在下大雨 嘉義以南加上澎湖 受到這個低壓帶的影響 今天是會有短時強降雨 昨天一整晚都在下 持續到今天的白天上半天 都還是會持續的降雨 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南部地區還有南部的山區 包括了中部的山區 依舊是會有雷震雨 甚至比較劇烈的天氣形態 好 所謂劇烈的天氣形態呢 就是閃電雷擊以及強震風 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要前往山區 真的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再來是今日的天氣預報 好 看到了今天的白天 特別是南部地區 高溫依舊是在29度 好 溫度變低了 就是因為現在有水氣是比較多 好 雖然說感受上不太那麼悶熱 但是漲雨機會達到了70% 另外中部跟北部地區 轉來看到了漲雨機會是40%到70% 另外是東北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好 高溫大概31 32度 但是雪氣依舊是偏多 這是在宜蘭 好 宜蘭今天漲雨機會40% 依舊是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另外 澎湖 好 看到了澎湖現在有漲雨機會70% 目前還是在下雨的 而且還會有強震風 提醒外島的觀眾朋友 如果您示威在澎湖 好 今天有漲雨機會還滿高的喔 一整天都是濕大大的天氣形態 另外天氣景特報就要來告訴您 西藏局持續發布大雨特報 好 這地點就是在嘉義以南地區 嘉義市嘉義縣還有台南市 還有高雄市跟平東還有澎湖 好 目前這些黃色的色塊的地區 就是大雨特報的範圍 而再來是天氣的這個降雨的時程表 好 未來幾天天氣呢 這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好 今天禮拜二 南部 台東加上澎湖 現在水氣是比較多的 一整天都是有陰雨 另外中北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則是午後會有一些雷震雨 再來是禮拜三跟禮拜四 水氣逐漸在減少 但是中南部地區還是要注意了 依舊是會有一些午後的雷震雨 而且短時常降雨的機會依舊是比較高 到了禮拜五開始 才會恢復比較炎熱晴朗的天氣形態 好 再來是與你聊天氣 好 這低壓帶的關係 最討論是說水氣是還蠻多的 雷震雨或降雨都很高 另外中南部地區請留意了 今天的天氣就很劇烈 如果您要前往西邊 好 建議是不要啦 如果必須要前往的話請注意一下 有可能會有汽水暴浪的情況 如果看到這個風雲變色啦 這個山頭上面可能烏雲密布 趕快離開西邊比較安全 以上是這一節氣上資訊